都说东风集团一手好牌打稀烂 握着这么多大牌合资 但自己的产品就是整不对 不过前几年整出了个新品牌叫赛利斯 没想到在质疑声中整得多彩多姿 尤其拥有华为加持后 热度几乎每个月管购 旗下问界系列一直位列热度榜 订单也源源不断上涨 于是东风决定将赛利斯的名字 直接替换东风小康 气质明显比之前要康 本节目心甘情愿由大叔去说 独家断名播出 又来了又来了 感谢各位又一次打开车事快说 别急我指定快点说 10月20号 紧凑行轿车长安起源A05 正式上市8.99到13.29万元 采用1.5升发动机和驱动电机 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并提供磷酸铁锂和三元锂两种电池 这看着哪像这个价的车呀 LED大灯熏黑细长 直接拉伸到印则板上方 还继续微微上扬 牌照上是一条类似装饰的进气口 一个车头新能源和燃油的元素都有 车尾大胆但不夸张的小鸭尾 特别提气 与头灯类似的尾灯 看着也确实有点脾气 内饰不说的话 你是不是以为这车得二三十万呢 配色高级 做工用量好的根本不像话 咱也不知道为啥能卖这个价 双弧平底方向盘 手感很好 前方还有一块不大不小的仪表 中控是数字的13.2超大屏幕 手机互联语音师 这边OTA升级Wi-Fi热点偷偷都有 轴距超过2米76 你自己看看后排空间是不是足够 哇 动力开场说了 既然是插混 纯电续航分为70公里和145公里 再看一眼价格 我怎么觉得很像赔钱的买卖呢 嘿嘿嘿嘿 你们觉得有了企约A05 比亚迪琴紧张吗 嘿嘿嘿嘿嘿嘿 近期 质戟LS6正式上市22.99到29.19万元 作为质己的第三款车型 LS6与LS7同样定位为中大型SUV 只是车身尺寸少小 新车采用全新的800幅高压平台 续航为760公里 通电15分钟不能500公里续航 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为3.48秒 你就说快不 关键车很好看呢 车头虎视眈眈耀养尾 反正能寻黑的基本上都给了寻黑 侧面是一台典型的轿跑SUV设计 但车尾就显得特别贵去 那谁不也这样吗 然后卖一两百万 对就那谁 有的车尾一项安在车身上 LS6项长在车身上的 又融合一体 静品基本没法比 更也不是非常复杂 但这股子高级感 就是能让人看着头皮发麻 那身上这块左右加一起 超过40寸的大连瓶 就已经够炫耀几年的了 内置8155芯片 流畅和功能都肉眼可见 还可以选择半幅方向盘 咱就说谁看了能做到不以为然 云感座椅绝了 20毫米的天出物跟不花钱似的 而且带有拓展巫瓷吸盘 空间利用 从此不必犯难 还想知道更多细节吗 我们的试驾车已经搞到了 各位请等待稀奇的大叔去说 近日哈佛猛龙正式上市 16.58到18.38万元 定位为中型SUV 搭载1.5T加HIFO智能四驱电混技术 配备后桥插速锁 相较于大狗系列 越野性能更强 这几年越野的承载式SUV 咋那么多呢 不过前有三菱帕杰罗 今有陆虎大卫士 承载式越野的能力 倒也不至于过分的质疑 但车身刚性不能不提 主要是 哎呀算了 不提了 近期广汽安旗下的高端品牌 浩博的全新超跑浩博SSR 正式上市 128.6到168.6万元 采用全碳纤维车身覆盖 和全铝合金车架 配备了 Ian自研弹夹电池系统安全技术 两档四合一 高性能集成电机 最大功力1225 最大扭矩1230牛米 综合0到百公里加速时间 仅为1.9秒 我的妈呀 这是我C1能开的妈呀吗 接下来又到了 新车推荐环节了 我每次都是那么的兴奋 有种你们的钱我来花的感觉 哎呀 那么今天的钱 咱就花给 比亚迪唐 说下原因啊 首先品牌毋庸置疑 国产新能源中几乎没有天敌 第二是产品已经非常可靠 你担心的问题 基本上很难找到 这么多年 外观依然并不过时 龙脸的设计语言 在新品上也依然得到了坚持 2024款美灯比以往更为饱满 细节之处也没有短板 内饰上得到了延续 但这种小轻车的感觉 真的很难抗拒 中控1就是可旋软的15.6寸大屏 这么多年也没有用户 说它不行 真的好用啊各位 全系可变悬挂 而且入门级都是7寸 这和空间利用率功不可没 动力上有插混和纯电 4秒多的加速 可以和性能车一起内卷 所以20多万 有颜值有配置有空间有性能 最主要它还省油 用车成本不用愁 这钱咱今天是不是花的挺到位啊 最后呢咱们来看看 近期车圈发生了哪些大事 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 在微博上发文 称拜访了大众集团狼宝总部 和大众集团联合开发的车型 已经加速推进 据了解 今年7月底 大众汽车集团宣布 向小鹏汽车增资7亿美元 收购小鹏汽车约4.99%的股份 预计2026年在中国市场 推出两款大众汽车品牌 电动车型 要想日子过得美 终究还得抱大腿 这俩谁是大腿啊你们说 下半年 有关小米汽车的消息十分密集 小米汽车首款车型 将在2024年发售 出货量预计5到6万辆 关键卖点为自动驾驶 软件生态800伏快充与动力配置 估计预售价低于30万人民币 小米手机不一定买过 但小米的各种产品你一定用过 比如我们节目常送的互动礼品 小米夜灯小爱同学 是不是 那么如果有了小米汽车 你会考虑吗 你觉得首款车卖多少钱合适呢 暂步评论区见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持续关注车事快说 有新车有新闻 最主要的是这里就我一个人 加微信 下期见啦 跟赞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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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ential